哈囉 歡迎來到又給爸爸解體給你看 今天我們要做FreeTrain跟Walk的問題 我知道FreeTrain跟Walk對大家來講 蠻容易困擾的 那這個題目是說什麼 有一個物體在斜面上 然後它這個斜面是一個 是一個有摩擦力的 那這個物體呢放在上面 上面 然後呢它受到什麼 所以會受到一個往下拉的力量往下滑 然後呢 同時這會有一個FreeTrain 往上拉 然後我們要來探討相關的問題 那題目是叫我們問說 Determined the work done by the FreeTrain 好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FreeTrain多大 第二個我們要知道它走了多遠 那題目已經給我們走了多遠 所以我們主要是來探討FreeTrain有多大 好那我下面畫了一個比較漂亮的 好那首先我們先看到綠色這個 綠色往下呢 是因為受到Gravity的影響 所以它是MG往下 好那這往下的力量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解為 平行斜面跟垂直斜面這兩個力量 好那這個30度 這邊自然是60度 所以旁邊這角是30度 所以這邊呢 這個 這個會是MGcos30度 好那你看 往下是MG根據Newton Zero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Action Reaction 所以N等於什麼呢 好這邊我們的N就等於 MGcos30度 好的 那題目只問我們Friction 所以我們就只管Friction就好了 那Friction是什麼呢 F5是等於μN嘛 好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然後再乘上D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小心 因為這時候的Friction 跟它的移動方向是相反 所以這兩個呢 我們就會給Friction 是一個負的 所以是負的 0.436 乘上Normal Force是 MG5 乘以10 乘以cos30度 然後再乘上D2.5 好那這樣算出來 會是一個負的答案 然後單位記得是Ju 其實就這樣子就可以做出來了